新闻的热点 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今天是2019年6月11号 现在是上午10点 我是贾志宏 一起来看这一段的财经药文 国内空调老大格力电器 似乎对于同行奥克斯总是不放过 其去年向奥克斯发起 巨额索赔创下国内家电行业 专利侵权索赔最高纪录之后 在今年的空调旺季到来之际 格力电器再度出击 就在昨天下午 格力电器在官方微博上 发布举报信称 奥克斯空调多型号产品能效比 和制冷消耗功率检测均不合格 涉嫌构成生产销售 不合格产品且销售金额巨大 格力还在微博上 按特了中国市场监管 和国家发展改革委 格力称此前众多消费者 曾向格力电器反馈 奥克斯空调虽然价格便宜 但耗电量很大 经格力电器实验室实测 并委托有专业资质的 第三方机构检测验证的结论均显示 奥克斯部分型号空调产品 与其宣传标称的能效值 差距巨大 能效比和制冷消耗功率的 检测结论均为不合格 一直以来消费者都有反馈 奥克斯的空调虽然价格便宜 但是耗电量比较大 我们对这个情况也进行了 相关的分析 这个二级雷效的产品的型号为例 它标称的雷效是3.59 那么是达到了国家的二级雷效 那么实际测试的雷效呢 只有2.68 不仅达不到这个国家二级雷效 要求3.4的这个要求 而且呢 你入门的 最低入门的这个3.2的要求 也还有较大的差距 格力电器表示 生产销售此类产品 不仅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对国家节能减排环保政策 以及市场公平竞争的良性秩序 也造成了巨大破坏 按我国相关法律 奥克斯涉嫌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 且销售金额巨大 若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请移送公安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格力电器的举报 奥克斯空调管理层表示震惊 并表示格力采用不正当手段 诋毁同行 刚刚我也看到了这个 同行企业格力在微博上的这个诋毁 我们企业也感到非常的震惊 第一个呢 我们觉得首先格力既不是消费者 也不是国家监管部门 这个特别是他说消费者向格力进行举报 我觉得这个是不合情不合理也不合法 奥克斯今年一季度我们现在的销售 奥克斯的政府达到56% 但格力下滑了11.6% 我们有理由怀疑正当力28空调销售 这个南宁之际 格力采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 来敌毁我们品牌 我们的产品是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的 我们也愿意接受广大消费者 和国家相关部门的一些监督 官方介绍显示 奥克斯空调有限公司 所隶属的奥克斯集团 1994年集团进入空调业 创立奥克斯品牌 奥克斯称2016年 其空调规模跃居行业第三 就在昨天市场监管总局表示 注意到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奥克斯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不合格空调产品的举报信 并对此高度关注 于当天下午通知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有关情况尽快进行调查核实 将依据调查核实的结果 依法依规做出处置 并及时向社会进行公开 其实格力与奥克斯 已经不是第一次在空调专利侵权上较劲了 据了解格力多次起诉奥克斯空调 侵害使用新型专利权 可见格力与奥克斯的积怨之身 2015年8月 格力电器以奥克斯公司生产的 某系列空调产品侵犯其三件专利权为由 将其诉至法院 虽然对此奥克斯表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但广东高院终审判决认定奥克斯公司侵权成立 应立即停止销售侵权空调产品 并赔偿格力电器经济损失230万元 此后在2017年6月 格力电器也曾因奥克斯当年发布的 雅典娜系列空调侵犯了格力的专利权而进行起诉 更加备受市场关注的是 2017年11月 格力电器因奥克斯和广州京东贸易有限公司 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 肆意生产销售使用格力电器专利技术的 8个型号空调产品 侵犯了格力电器的专利权 由此格力请求法院判令奥克斯和京东公司立即停止侵权 并要求奥克斯赔偿格力电器经济损失 及合理使用费用4000万元 对此 奥克斯表示 格力电器专利权已被专利副审委员会宣布部分无效 该专利权处于不稳定状态 公司生产的倍速产品所使用的技术 没有落入原告专利权保护范围 所以不构成侵权 不过在该案中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查明 包括奥克斯黄金侠 急速侠 急客等在内的十余款空调产品 侵犯了格力电器接水盘一体化 双风道空调器 空调室内机等三件专利权 判决奥克斯共赔偿格力电器4600万元经济损失 这一判决金额也刷新了空调行业 专利诉讼案赔偿金额的最高纪录 下面是来自证监会的消息 证监会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 目前设立科创版并试点注册制 总体进展顺利 发行上市审核注册 技术系统测试等工作 正按照计划推进 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证监会有关负责人 在上海市政府 就陆家嘴论坛相关工作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目前科创版基本规则已经齐备 涵盖了发行上市审核 发行承销 持续监管 交易组织等科创版 注册制业务的全链条 企业申报平稳有序 截至10号 共受理申请企业119家 主要涉及的行业 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医药 高端装备等行业 已完成问询的企业 是106家 上交所上市委员会 已经开会通过了三家企业的 发行上市申请 目前正在证监会履行注册手续 科创版交易系统 已完成三次全网测试 近期继续开放测试环境 引导参与各方 有序做好准备工作 科创企业存在着技术迭代快 盈利周期长的特点 科创版的相应的一系列制度 创新也需要一个磨合期和实验期 对于科创版初期 可能出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 例如各别公司的定价 有可能不完全符合市场 各方的预期等等这样的情况 希望大家多一些包容度和宽容度 多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共同呵护好科创版这个新生事物 据了解 商交所今天将召开 科创版上市委2019年第二次审议会议 审议浮光股份锐创威纳华星原创 科创版首发申请 而在上周三 科创版首批上会的三家企业 微信生物 安吉科技和天准科技 全部成功过会 那么什么是科创版 它与A股现有的板块 又有哪些差异呢 下面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 科创版是由国家主席习近平 于2018年11月5号 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开幕式上宣布设立 是独立于现有主板市场的新设板块 并在该板块内进行注册制试点 科创版主要服务于符合国家战略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 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 新材料 新能源 节能环保 以及生物医药 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与A股现有板块相比 科创版是多层次市场的重要补充 同现有板块之间 存在较大的互补性和差异性 科创版更聚焦于科技创新特征明显 主要依靠核心技术开展生产经营 具有稳定的商业模式 市场认可度高 社会形象良好的企业 上周国际黄金全线上涨 截至6月9号 黄金已经连续7个交易日收养 且一度刷新 年内高点至1348美元上方 那么目前 国内黄金现货市场的情况 又怎么样呢 来说我们的记者到上海去看一看 作为上海旅游购物商圈 地标性建筑之一的城隍庙 聚集了众多家金店 曹国生在这里 已经工作了30多年 最近他上班后的第一项工作 就是紧盯着自己的手机 我们每天早上开门之前 要看一下手机里面 公司的短信通知 有没有调价 实际上最近10天 我们调价调了5次 曹国生告诉记者 上海老凤翔银楼的金价 从6月1号到昨天 已经从每克373元 上涨到了每克385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尽管金价在不断上涨 这里的销售依然向好 从端午节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销售还是不错的 一直在上涨 尽管很多消费者表示 对于黄金价格的微幅波动 并不在乎 只要自己喜欢就会购买 但是保值也是购买金仕的 主要原因之一 黄金涨价对销售有一定的 助推作用 因为贸易摩擦 对经济增长带来 比较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大家有必先的 这方面的意识和需求 在不断地增加 黄金在关键的时候 还能起到保值增值的作用 所以这一块 我们中国消费者 还是非常明白的 目前黄金已经是攀升到了 六年以来的高位 那么内在的向上动力有哪些 未来是否还有上涨空间呢 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许志燕是华安黄金ETF基金经理 长期跟踪研究黄金价格走势 她认为目前的黄金价位的走势 还属于重规重矩 对于中长期的金价 还是应该保持相对乐观态度 因为我们也看到 美联储的议息活动 实际上从去年的十月份 开始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由原来的加息转为不加息 现在市场对减息的预期的增加 大家对全球的经济的情况 股票的市场的变化 包括汇率的影响都有所担心 所以造成了一些风险防范的需求 业内人士认为 通常情况下在金油比值处于偏高水平期间 大宗商品常常表现为震荡加剧 表明经济风险与地缘政治风险攀升 往往暗示实体经济需求偏弱 资金开始流向黄金避险 目前的金价仍有上涨空间 黄金目前的价位是大概的1330左右 实际上这个价位基本上相当于 全球的经商的一个综合的开采成本附近 这个应该说从金价的角度来看 未来还是有空间的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财经报道 继续来关注其他的财经资讯 记者10号从商务部获悉 商务部发布公告 向社会依法披露直销备案产品 直销培训员和直销员复合登记信息 其中直销备案产品复合之后 数量减少进败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依法开展复合登记并披露相关信息 将有效进化直销市场环境 有利于压缩护法企业违规打差